接下來 這裡 這也是常考的提醒 問你它相係還相似 那你要知道什麼 知道這個線圈它在 右邊是N級還是S級 右邊如果是N級 那就是同名級相似 右邊如果是S級 又是異名級相係 所以就看到這個答案 C根柱應該是 不大可能 C根柱應該是不大可能 要嘛就相信 除非根本就沒有實力 不會實力 然後呢要吸引再斷開 斷電 他操作方式OK 那 應該是誰呢 他應該是互相吸引還是互相排斥 就是哪裡的 安培右手 一握 看到哪一邊N哪邊S你就曉得 3號 3號誰 你的答案 你說不知道 你說不知道 你猜B啦 你說不知道嗎 你說 你有答案嗎 啊 你沒有答案 你說 B 你沒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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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講過了你要曉得他的右邊是N還S嗎 那這個叫做電流磁效益嗎 這羅線管嗎安培右手嗎 看他是電流怎麼流嗎 電流就是從右邊這邊流出去然後繞一圈面對你是朝上流嗎 那羅線管命令你朝上流 所以你就這樣子握著嘛 那握著什麼大拇指什麼極 N極嘛 所以左邊是N極右邊什麼極 S極嘛 所以左邊是N右邊是S嘛 那這樣表相對是異名極嘛 那異名極要怎樣 互相吸引嘛 所以他異名極相吸 C答案就選B了 答案就選B了 這樣應該不會太困難 這樣應該不會太困難 好 下一題 這一題呢要注意喔 還有兩個圈圈套子 所以你要做兩次 我們先看底下那個圈圈 如果你比完之後 他在外面上面的是N極 你再比一次上面的圈圈 他的下面靠裡面那個 他如果也是N極 那兩個N就怎樣 排斥嘛 那假如一個N一個S就怎麼樣 吸引嘛 吸引嘛 所以你要比兩次 底下比一次 看看在外面這裡是哪一極 上面比一次 看看下方是哪一極 然後這個再 然後再根據同名極相識 一名極相吸 知道 他應該是相吸還是相識 啊 攬過了A不太可能 豬也應該是不太可能 如果是NS擺好 除非你又變 除非你的電流又變 不太可能是 怎麼吸引 吸引在排座 先排座再吸引 反正就是 這樣 沒做就是沒電流才沒作用啊 有電流就有磁力 他就會有作用啊 可愛的大帥哥 二十一 二十一 起立 你的答案 多少你說B請坐 我剛剛說你要比兩次嘛 來先比下面 電流 你看到的是什麼轉 你看到的是 逆時鐘轉對不對 逆時鐘轉 所以你可以用剛才那一招 逆時鐘轉 逆時鐘轉 對不起講錯了 順時鐘轉 最後呢 怎麼擠 S級 剛剛講過對不對 沒有 沒有今天知道就是 比 喔 我是屁股這邊 S級 所以下面的磁場在上方的 下面那一間上方的 是S級 再比一次 上面的 你看到什麼時鐘 逆時鐘 你看到的是 逆時鐘 逆時鐘 你看到的是N級 上面這邊是N級 那下面什麼級 S級 你比起來 屁股在底下 S級 那變成什麼意思 兩個S級相對 所以跟它互相怎樣 排斥 答案就選了就是B 剛才是好好給你比 那你就是或者 你用剛才我跟你講的什麼 看到的是 逆時鐘 的是N級 看到的 數字鐘 的是S級 你也可以很快 判到它到底是哪個級 然後呢 你就可以把答案找出來了 OK嗎 OK